生命的成长是在于不断地跨越 愿跨越的人生成为你每天生活的动力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刘同牧师 欢迎你收看跨越的人生 真实的信心是要经过试验 有一次主耶稣在地上行了一个神迹 就从一个小孩子的五饼二鱼 喂饱了五千人 在行神迹之前 他却吩咐门徒说 你们去喂饱他们吧 圣经上说 他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要试验他们 其实他原知道当如何行 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 神容许困难的环境临到我们 其实也是为了要试验我们 为什么神要试验我们呢 首先是为了要显明我们的心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人并不了解 我们内心真正的情况是如何 环境好的时候 大家都看不出来 可当困难的环境临到 人里面的黑暗就显明出来 所有的个性跟缺点暴露无遗 只有在那个时候 我们才明白我们何等需要神的怜悯 我们才会谦卑下来寻求神的帮助 其次是为了要磨练我们 好使我们生命成熟 这就好像以前的人 炼银子的过程一样 银匠在炼银子的时候 他把银子送进火窑里面 然后除去其中一切的杂质 同样神容许困难的环境临到 也是要除去我们生命中一切的杂质 好让我们的生命成熟老念 能够反映出神所创造我们的美丽 第三 师父要让我们经历神的真实 因为神早已经知道当如何行了 换句话说 他已经拥有我们生活的答案 只要我们来寻求他 他就要带领我们飞越困境 经历生命中的突破 愿上帝祝福你